星期二,美國海岸巡防袋青 一頭鯨魚誤撞上座新漢部12州海岸的漁船 導致漁船側翻 所行攝虧兩名漁民及時獲救 無人受傷 事故發生在Ryde的Odeone Point 州立公園附近 兩名漁民表示 他們在之前就發現了鯨魚的蹤跡 正試圖與之保持距離 但沒想到鯨魚突然從水中藥起 直接撞擊到他們23呎的漁船 導致漁船側翻 自己亦被添入水中 行運的是 附近的救援人員及時趕到 將他們救起 漁船亦被打鬧上禮 專家表示 鯨魚當時可能正在試圖捕魚 並沒有注意到船直的位置 Tinawas記者編輯報導